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來 最近海角假日的活動來囉 這個活動期間是6月6號到6月19號為止 總共有14天的活動期間 然後這個活動有4張全新的 全新的裸上半身的SSR卡片 怎麼感覺這個活動來的特別的快啊 我的鑽石都還沒有準備好啊 我現在才11000多鑽石耶 對啊,好,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這個活動是怎麼回事吧 雖然說我感覺啊,這個活動好像有一點要hold不住了 好,我們看一下喔 規則說明,它就是每天關卡會重置 然後我們累積大的次數可以換取SSR的羈絆碎片 那還有一些限定居情跟突發事件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這次分成了4個關卡 每個關卡是不同人物 我們先隨便看一下喔 看個白起的喔,這個是衝浪嗎? 羈絆 進化前進化後 哇,這隻卡片超好看的 遺海之風 真的,感覺每一張卡片啊,每個人都是光下半仙啊 超好笑的 怎麼越穿越小之類的 這個是周其樂的 遼亂心緒 其實這樣也很好看喔 它這個水珠啊,也太...也太精盈剔透了吧 我的視線都集中在它這個水珠上了 超級五彩繽紛的喔 然後許莫的 許莫的是... 幻海諾岩 這個背景好漂亮喔 後面就是這個... 彩霞的感覺嗎? 黃昏時分 然後最後... 李澤妍的... 微潮心跳 他的名字都好是情況而已喔 哇,李箭就是怎樣 就是李爸爸抱著女主角喔 然後躺在一個... 躺椅上嘛對不對 那種釣椅 好吧,看完之後你們想要哪一個? 我感覺啊 我感覺... 我可能... 我可能會那麼白痴了吧 我不知道我還要考慮一下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拿卡方法喔 那我先來看一下這個介面 有... 右邊島嶼情書 這個是... 活動期間 劇情會隨時的時間發展 依序開啟 它剛剛前面好像有講到啊 是兩天... 開啟一個新的劇情嘛 那劇情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我們先看怎麼拿這卡片 然後... 輕狼補給戰 我們可以用... 打到的珍珠貝殼來換一些道具 然後... 這個是... 這個關卡打幾次給獲得的內容 關卡打88次跟5個碎片 288次給我們... 10個... SSR卡片碎片 還有R卡 就是... 海島架齊啊 它每個人物有一個... R卡 跟一個SSR卡 所以就是當我們打滿了... 這個關卡打滿了... 3688次之後... 我們就會擠滿足夠的碎片 給兌換這個卡片 因為SSR需要80個碎片嘛 剛好打滿了3688次 可以擠滿80個碎片 超多次的啊 這個數字嚇死人了吧 然後這個是有突發事件 夏日事件簿 收集圖發事件 我的秘密武器 喔... 這個是當我們獲得了... 獲得了相關的R卡啊... 什麼什麼的... 或是加成... 這個是打它的關卡 但它有提到啊 關卡是每天重置5次的 好先把這關卡打一下喔 那打這關卡或自律性的掉落 我們拿到這卡片的話... 3688次 3688次 可以再補充一下 我們把這關卡快速打一下喔 好先把這關卡快速打一下喔 好那關卡打完了 關卡每天每個人物 會有免費5次的打次數 那活動期間是14天嘛 所以每個人總共有70次的 免費打關卡次數 那我們拿到這卡片的話 需要打到3688次 3688次 扣掉免費的70次 我們還差... 3618次 這個數字超嚇人的啊 那我們重置關卡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透過鑽石 鑽石的話 重置一次關卡是消耗3鑽石 又或者我們有傳票 傳票呢它是... 活動期間它直接送了我們... 264張傳票 所以剛剛的... 3618次 扣掉傳票的264張之後 我們還差... 3354次 那如果我們差的3354次 全部都用鑽石來買的話 我們總共需要1062個鑽石 之後可以拿到... 白起的這張SSR卡片 所以我們拿第一張海盜卡片 需要花費就是1062個鑽石 那如果說我們要拿第二張海盜卡片的話 我們就沒有了免費的傳票了嘛 等於說我們直接能扣掉... 免費的70次 我們就差3618次 所以如果我們要拿... 第二張海盜卡的話 我們需要花費的鑽石是... 3618次乘以3 等於10854鑽石 那第三張跟第四張的價格 都是跟第二張一樣的 只有第一張最便宜 因為第一張有時候傳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最近有沒有什麼包裹 會比直接用鑽石還划算的 最近有三個活動的包裹 這個是西維成光包裹 它的名字都非常的詩情畫意啊 33元的包裹 然後還有剩下流光 跟...390的薄木星光 那這個我有算過啊 它的划算程度是... 33元的最划算 可這個限購...3份 然後再來... 第二划算的是... 薄木星光...390元的 那最不划算的是... 剩下流光 所以說購買你這個包裹 順序應該是... 33元的先購買 然後再來買...390元的 然後如果說... 你差一點零頭的話 才可以買130的 那對了 不過這裡有這個... 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當我們獲得了它的R卡 或者是SSR卡片之後 會有一些積分 那這個積分... 會增加掉落幸運傳票的幾率 所以剛剛算的鑽石 是花費最多的鑽石 如果說幸運的話... 會掉落傳票 就花費比較少一點鑽石了 所以我們這樣算出來的話啊 如果說我們以最高... 鑽石花費來算的話 如果我們要拿到4個人的卡片 4個人的SR卡片的話 我們總共需要花費... 42624個鑽石 這個花費真的是... 非常的誇張啊 好大的數目啊... 有點扯啊... 那對了... 可能有些人在想說... 到底直接買鑽石比較划算 還是買禮包比較划算呢? 我剛剛算了一下喔... 如果我們以390元的... 薄木星光禮盒來算的話... 這個禮包... 是比直接購買鑽石划算的... 我剛剛把... 剛剛那個390元的薄木星光禮包... 跟我們的450元的... 手除加費鑽石來算的話... 還是... 薄木星光比較划算 因為它額外送這個幸運傳票嘛 幸運傳票的話... 我把每個當作... 三個鑽石來計算 因為從這個關卡需要三鑽石 所以說... 直接買禮包... 還是會比買鑽石紮備來得划算 好 那麼來看一下喔... 我們以第二張卡片來計算的話... 如果說我們要拿第二張卡片... 我們的次數... 第二張卡片還差... 3618次嘛... 所以等於說... 我們如果說以這個薄木星光禮盒來計算的話... 買一個這個禮包... 我們可以打693次關卡 所以說... 如果我們要拿到一個卡片的話... 我們需要買... 5.2包這個禮包... 才可以拿到這卡片... 才有足夠的次數... 所以我們先以5包來計算好了... 5包的話... 390元... 乘以5包... 等於... 看情況... 那又或者... 假設我們不拿SSR卡片... 我們只拿R卡呢... 如果說我們要拿到每個人的R卡... 需要花費多少鑽石... 我們每個關卡打到288次的時候... 就會送我們那個人物的R卡... 所以我們再來算一下喔... 每個人總共都有70次的免費次數嘛... 所以說288次... 扣掉70次... 我們每個人還差... 218次... 那218次... 乘以4個人... 等於說我們4個人總共需要額外打... 872次... 那872次我們扣掉傳票... 傳票它不是送了... 264張嗎? 扣掉傳票之後... 我們還差608次... 608次如果全部都用鑽石來計算的話... 那這樣608次... 乘以3鑽石... 總共是1824鑽石... 所以說如果我們不拿SSR卡片... 我們只拿R卡的話... 4個人的R卡加起來... 花費大約在1824鑽石... 那大概就這個樣子囉... 那這一次呢... 有開啟4個相應的約會... 每個人都有個新的約會... 那他的約會啊... 是... R卡、SSR卡都可以開啟的... 就是看你想要什麼卡片... 像我們看許莫的日出之月... 他是... 對... 任意一張就可以開啟囉... R卡或者SSR卡片... 那他R卡也是... 也是陸我上班生的... 所以是怎樣... 他們是這一次... 不管R卡還是SSR卡片... 全部都賣肉是不是... 超好笑的啊... 是因為現在是夏天嗎... 所以要穿清涼一點嗎... 還是怎樣... 喔對啊... 這個直接陸我上班生的... 許莫你在幹嘛... 你在吃什麼... Pocky嗎...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些... SSR卡片的數值吧... 那根據我上網查到的資料... 白起的... SSR卡片遺海之風... 他的... 創造力... 4774... 親和力... 5202... 決策力... 2272... 行動力... 123... 所以他是... 創造力跟親和力比較高的卡片... 那我們講的數值都是... 進化之後升到滿星的數值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 許莫的荒海諾言的數值... 他的... 創造力... 5220... 親和力... 2279... 行動力... 4751... 決策力... 120... 所以他是... 創造力... 跟行動力... 比較高的卡片... 然後... 李子仁的... 微潮心跳... 他的... 決策力... 5227... 親和力... 4744... 行動力... 2279... 創造力... 120... 所以這張是... 決策力... 跟親和力... 比較高的卡片... 那最後... 周其樂的... 決策力... 4766... 行動力... 5208... 創造力... 2273... 親和力... 123... 所以這張... 也是... 決策力... 跟行動力... 比較高的卡片... 那以上就是... 全部卡片的數值... 你們想拿誰的啊... 我感覺啊... 我非常的猶豫耶... 我現在想拿的是... 白棋的... 白棋我應該是一定會拿啦... 那... 其實... 我也很想要許莫的... 那我也很想要洛洛的... 因為我覺得... 周其樂這張... 他的水滴真的好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視線... 反而不在他的... 胸膛... 反而在這個水滴啊... 我覺得這個水滴啊... 畫得好晶瑩剔透喔... 有一種... 寶石的感覺嘛... 超閃耀的... 對啊... 所以我好猶豫喔... 好想要拿兩張啊... 可是鑽石不夠... 我又不太想儲值... 因為剛剛我們算過了嘛... 大約要花費1500多... 才拿第二張... 所以我有一點... 恩... 有一點... 有點心痛啊... 感覺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 拿第二張卡片呢... 我要想一下... 猶豫一下... 不過想我應該是... 沒意外的話... 我第一張一定會拿白棋了... 那第二張我要考慮一下... 那你們呢... 你們想拿誰的... 你們最喜歡誰的卡片... 許莫這張也算好看的... 尤其進化後的畫面... 這個感覺... 有種唯美... 帶著氣量的感覺... 標準的許莫是愛車... 李爸爸這個也不錯啦... 這個真的很像那個... 爸爸帶小孩坐著的感覺... 沒有啦... 開玩笑的... 我其實有時候覺得... 他們把女主畫得非常嬌小喔... 嬌小到好像一個... 小孩一樣... 好吧... 那你們想要什麼卡片... 都歡迎跟我一起討論喔... 那希望大家... 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喔...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已經有訂閱的話... 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囉... 感謝收看... 我們... 就... 下次再見... 掰掰... 對了... 我的劇情啊... 它不是每個人的劇情嗎... 我想等到全部開啟之後... 我們再一起看好了...